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在晚上七点播有一个好处 就是中国人能一边吃饭一边被洗脑 中国人的生活基本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吃饭洗脑吃饭洗脑 新闻联播巧妙地让广大人民群众 把这两件人生大事一起办 长此以往形成了条件反射 一吃饱了血糖一上来 就陷入到了祖国强大的幻觉之中 幸福的睁不开眼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转眼新中国也马上就要迈入75周年 在这四分之三个世纪里 共产党的洗脑技术愈发的精湛 事到如今 作为一名中国人 想要搞明白自己的脑子 到底被洗成了什么样子 是非常有挑战性 非常有技术难度的一个问题 在某些时候 这种洗脑体现的非常的简单粗暴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爹心娘亲没有党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这些年来 共产党基本就是拿着大喇叭 反反复复念经一般的 在中国人耳朵旁重复这些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从大脑中找出这一部分洗脑的痕迹 并且将其排出体外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 想要找到这种洗脑的痕迹 就有一点难了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隐秘的洗脑 先从我们之前说过的 在中国盛行的文化激进主义开始 我之前说过 中国自80年代开始 突然就盛行起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 基本核心理念就是 中国不行就不行在传统文化上了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后续还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决定论等等 这些论调至今在互联网上 尤其是在知黑群体中 还颇有市场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 有人将建国后大跃进 文革等一系列悲剧 都称为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所致 其实在80年代文化热中 也流行非常类似的论调 当时就有不少人声称 文革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 封建文化观念 对现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 因此要反思文革 必须深刻反思传统文化思想 这些论调其实真是有一点好笑 毛泽东到今天还挂在天安门上 不反思是什么样的制度 纵容了悲剧的发生 不反思仍然执政的共产党 到底已经酿造了多少悲剧 杀了多少人 先去反思传统文化了 你这个重点是不是搞错了 反思文革不批判文革头子 光批判传统文化 你这确定不是有病吗 但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流行 这么奇怪的论调 亲历过上世纪80年代 或者说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 应该心里大约都有一个答案 这一切其实不过是一种隐秘的洗脑的结果 而这还恰巧跟邓小平有关 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 党内渐渐出现了两个派别 一个是华国锋为首的凡氏派 两个凡氏 指的是 凡氏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氏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显而易见 华国锋这个凡氏派 基本就可以理解为 毛主席回光反照派 而另一派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求氏派 1978年一篇文章发表 题目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得到了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另一批元老 旗帜鲜明的支持 邓小平提出 要打破精神枷锁 给思想来个大解放 那么邓小平这求氏派的主张 意思其实是 真理的标准 不能光是毛主席说了算 而是要靠实践检验说了算 其实就是对华国锋 两个凡氏的直接否定 说到这里 你可别以为邓小平是什么启蒙先锋 邓小平其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家 在我看来 这一切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不过是邓小平用来夺权的武器罢了 在求氏派和凡氏派的对阵中 我们就能大概看出一顶端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发表后 不明就里 或者说多少知道一点内情的党内高层 以及党外的群众学者 都激烈的参与到了 这个看似是哲学问题 其实是政治斗争的讨论中 邓小平求氏派的核心就在于 要解放思想 邓小平当时就专门向中宣部部长指示 不要下禁令设禁区 让大家勇敢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 得益于自由的讨论环境 当时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不少科学家们 写了很多论证实事求是的文章 科学家们写的文章都非常有说服力 被广泛传播 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一来二去 在这党内党外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中 华国锋的两个凡事就败下阵来了 直到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 华国锋讲话 专门对自己提出的两个凡事 进行了自我批评 并且表示了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的认可 那么华国锋的这一次自我检讨 其实基本就宣告了凡事派的落幕 邓小平自此得以上位 那么这么看来相信大家能够发现 邓小平的上位其实是有意的制造 助长利用了文革后 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渴望的东风 那么靠思想解放赢了这个政治地位的邓小平 他上位之后说了什么呢 就在短短三个月后 1979年3月30日 在中共这样召开的 专门用来讨论统一思想的理论工作务需会上 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一上位 似乎就变了脸了 他从一个倡导打破枷锁 质疑两个凡事的思想领袖 突然就变成了共产党的忠诚卫士 必须要坚持毛泽东的思想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邓小平要提出这个思想基本原则呢 其实在文革刚刚结束以后 中国社会各界人士 对文革的反思是非常直接 甚至堪称是坚立的 比如著名的北京西单民主墙 在1978年左右 北京的一面墙上开始大量出现 人们张贴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 往往都是人们反映自己对文革的不满 对民主的呼唤 甚至对共产党 毛泽东社会主义的直接批评 当时的魏京生老师 对 就是那个性侵都是小事的魏京生 他当时就经常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 还办了地下刊物 现在回头看 魏京生当时写的那些大字报 确实够狠 直言毛泽东搞的是独裁社会主义政治 并且眼光非常锐利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要警惕邓小平 退化为独裁者 就在同一时期 上海民间也出现了 民主墙和民主讨论会 其中也不乏对共产党的尖锐批判 甚至当时上海华东师大一名教师 乔中林的演讲标题 就是彻底批判共产党 对吧 你看 这才是反思文革的正常逻辑 对不对 而在1978年 尚未打败华国锋的邓小平 曾经多次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 表示了对西单民主墙的支持 毕竟邓小平是打破枷锁解放思想的领袖 那面对群众热烈的讨论 这怎么可能不支持呢 据称当时不明就里的群众 听说邓小平支持民主墙 还高兴的一起游行欢呼 但调诡的是几个月后 接败了华国锋 即将或者说已经成为党内一号人物的邓小平 立刻就提出了对这些群众声音的明确反对 并且画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在会议上邓小平表示 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 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这就相当于是说解放思想可以 但是你必须在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框里解放 不许僭阅 魏京生老师确实看准了邓小平 又一个社会主义独裁者 就在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前一天 1979年3月29日 魏京生被当局逮捕 后来以反革命罪被重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几周内 全国各地都有民主人士被逮捕审问 上海那个写了彻底批判共产党的教师 乔中林也被逮捕 后来据称是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没错 这四项基本原则 看似只是轻飘飘文邹邹的几句话 但事实上 邓小平 这是亲手锻造了一把 用来打击不同政见者的武器 借助思想解放上位的邓小平 居然亲自制造了禁锢思想的罪名 可以说 邓小平非常准确地演绎了 什么叫卸磨杀驴 但其实 这样的卸磨杀驴 邓小平演了好几轮 1979年第一轮卸磨杀驴以后 社会学界对文革的反思 自然就不敢再去触碰那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了 鲜少有人在把文革直接怪罪到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身上 但是文革造成的伤痕仍然在人们的心中 对文革的讨论不可能就此停下 那么在四项基本原则划定的红荒内 对文革的反思就从直接的对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批评 演变成另一种各家委婉的方式 1979年前后 社会上开始大量流行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这一类文学作品的特征就往往是着力描绘文革历史中 小人物小家庭小个体身上的故事 人们在阅读这一类小说作品的时候 从主人公的悲惨命运 就可以进一步的反思文革所造成的苦难和危害 这显然已经不再是民主强大字报那种 对毛泽东共产党的直接批评 这些文学作品中往往也会把文革的罪责 全都归功于私人帮 比如说1980年 就有一部叫《太阳和人》的电影上映 这部电影改编自一本叫《苦恋》的伤痕文学小说 《苦恋》 为什么叫《苦恋》呢 因为其中有一段经典台词 您爱我们这个国家 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 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部电影在1981年就得到了邓小平的点名批评 邓小平说到 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 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 共产党不好 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这样筹划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的党性哪里去了呢 并且邓小平再次重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肯定会天下大乱 四分五裂 既然邓小平已经发话 那很显然 通过聚焦个体命运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热潮 到此也不得不迅速冷却下来 此后几年 在文革的反思上 知识界又开始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83年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 在报告中他说道 由于民主和法治的不健全 人民的公仆有时候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 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 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 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而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理应受到重视 虽然说这一类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讨论 似乎是为了求生 仍然围绕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 算是在思想基本原则以内看讲的讨论 但还是遭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阻结 同年 就针对社会上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和周扬的这篇报告 邓小平发表了一篇叫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其中邓小平严厉地称这类思想为精神污染 并且说道 精神污染的实质 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末落的思想 散布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有一些统治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 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 他们的兴趣不再批评资本主义 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邓小平使用了如此激烈的言辞 随后就直接引发了一场 名叫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以一种文革回光反照的形式 在1983年末短暂的出现了一个月 工人学生的日常生活发型衣着又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烫头牛仔裤都成了被污染的证据 学校的干部甚至会拿着剪刀去剪学生的牛仔裤 图书馆有越来越多的书被下架 报刊媒体又开始了对各种混乱思想的批判 甚至在某些大学单位内又开始出现了批判会 我们之前也提过 科幻小说就成了当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批判的重点之一 科幻小说中对做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追求 都成了精神污染的证据 一代中国科幻作家就此纷纷封闭 不再创作 再配合同时期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严打运动 尽管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持续不久 就被胡耀邦受益叫停 但是这文革随时可能卷土冲来对强权暴力的恐惧 还是再次扎根在了人们的心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文革在不同方向的深入反思讨论 几乎已经全部都受到了严厉的阻截 魏京生直接批判共产党被抓入监狱 伤痕文学人道主义也都被邓小平点名批评 甚至显现引发了新一流文革批斗 那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就是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戛然而止的1984年 社会学界才会像是中了咒一般 突然集体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80年代文化热就此拉开了帷幕 因此大家应该能明白了 中国社会学界出现这种对传统文化反思热潮的原因 其实是对真正造成文革的决定性因素 对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批评 在80年代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能讲不敢讲的话题 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谈 但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可以放心踹几脚 因为将文革称为是传统文化遗毒 其实是邓小平本人讲话中已经认可过的 这很容易就被当作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讨论领域了 1980年 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 他就明确提到文革就是四人帮搞封建主义 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 因此文革是中国封建传统残余 这是党给定下的调子 这个调子非常巧妙的模糊了文革里毛泽东共产党的角色 那是不是沿着党画境的路线 围绕传统文化对文革进行批判反思就安全了呢 当然也不是 谢莫杀驴才不会管你驴中心不中心呢 之前我说过80年代中央电视台和尚这套片子 里面充斥着听起来很浪漫 但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对传统文化的各种反思理论 而且和尚毕竟还是中央电视台的片子 里面有大量响应当时计划声誉改革开放政策的内容 甚至片中还仍然把毛泽东称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 但其实呢 和尚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奸细 偶尔也会悄悄地夹带一两句私火 说腐败的制度所导致的必然失败 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还曾经说造成文革惨剧的是法律的缺位 然而即便叠了这么多层假 而且来自中央电视台 和尚的幕后包括苏小康在内的撰稿人和创作者 还是被打成了六四黑手 纷纷被列入了中共通缉抓捕的黑名单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激进主义文化决定论 虽然如今看来都过于片面 甚至在2024年还聊这个 简直是显得有一点过时了 但是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会发现 中国社会学界最开始对文革的反思 对于共产党的批判 可以说是非常锐利的 即便放到了今天 那也是抓了要判刑的 但这些对文革直接有效的批评反思 之所以在如今中文讨论中 已经几乎完全失传 其实不过是被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再三追结打压的结果 这也恰恰证明了文化的脆弱性 或者说是可塑性 制度权力是可以扭曲社会文化的 在很多情况下 文化其实是制度的产物 而不是制度的成因 网上一些关于文化决定论的分析 显然是过度简化了这个问题 不过从个体角度来看 有人相信这套理论不算是奇怪 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不同 这个我其实尊重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主题也不是争论这个 但洗脑之所以被称为是洗脑 问题就在于 这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潮流出现 其实是共产党 在上世纪文革以后 为了不影响共产党的权力地位 左思右想终于找到了传统文化 这个替死鬼 然后利用强权通过审查 将其他的文革反思思想 统统都筛掉以后 单独把这个看似不太有害的 文化反思的种子 暗暗植入到了人们的大脑中 文化决定论 文化激进主义 在中文环境中至少如此的盛行 并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 经过了思考验证后 真的不约而统都走向了这套理论 而仅仅是因为这套理论 是党允许人们讨论的东西 这是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的东西 这是党在人们大脑中悄悄植入的东西 当然了 后来这个传统文化反思 也有一点点失控 六四后自然也得到了遏制 邓小平作为一个 以实用主义文明的政治家 他这种谢一批磨 杀一批驴的思想言论管控 其实既暴力又凌乱 如果邓小平当时不是年事已高 很难想象如此继续执政下去 中国社会会变成什么样的严酷景象 我看不少人将上世纪八十年代 称为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 但如果我要说实话 那其实是人民群众 不得不仅仅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号召下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在合理范围内 有序进行的思想启蒙小运动 不过即便是这样 这被连续堵截过滤后的启蒙运动 还是带来了八九六四 思想的威力也是可见一斑呢 说到这 我们现在回顾了文革后 邓小平的种种表现 其实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邓小平坚定地让坦克 开上了天安门 无论你怎么去猜测他的动机 从客观现实来看 这其实是完全符合他行为模式的 邓小平在文革后 利用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 对自由的渴求 来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权利 但每当这种自由的渴求 产生了对共产党执政地位 哪怕是一丁点的威胁 邓小平也都会使用这个权利 果断地进行制止警告 甚至清除 同样的 宏观上看 将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 当作共产党权利的合法性来源 同时又抑制彻底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坚决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 这一整套战略 其实也是一样的思维逻辑 因此呢 很多人对邓小平的评价 都只看到了他坚持经济改革的一面 却没有看到他对政治改革的三番阻碍 甚至还有人错把他的六四的决策 当作了一种偶然 说六四只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合理 因为即便是在六四以外 邓小平掌权后面对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思想萌芽 他所采取的态度 一直都是一样的杀伐果断 所以很多对邓小平的评价 在我看来显然都是非常片面的 也是完全没有领会到邓小平 作为一名忠诚党员的良苦用心 但当然了 实际上邓小平在六四中的决策 还是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宣示自己的军权 借机重整党内权力格局等等 但也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波后 面对党内各派系力量 仍然能够维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 那其实他一次次用暴力捍卫共产党地位的坚决表态 很有可能还是起到了重要的对党内安抚的作用 也是因此 有些人认为六四遭到严酷镇压的原因 是在于学生过于激进 阻碍了党内改革派发挥力量 那我想这实在是有一点小看邓小平的手段和决心了 在我看来说 邓小平是个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 我想并不为过 但至于其他的价值判断 那就看大家各自的标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